观战一局国际服S2盲女 看一看S2盲女是如何留万分雕刻 开局敲仗看见雕刻直接拉走 盲女就是那完美的牵制位 来大推先压一面墙 雕刻没事也不要推不然会爆点的 经典卡红光返绕盲女 身位够就围着转 躲一下雕像 两组雕像一起加躲不掉的 不走交互走交互可能一加一刀直接没了 大空地给实体和雕刻马拉松 注意回头看走位 还想反绕盲女 那咱直接去中推 敲一下看看雕刻跑哪里了 一眨眼可能找不到人了 身位直接拉了十万八千里 雕刻还是沿着脚印跟落来了 回到大推绿 还是被雕刻不信家道 1060秒上挂差不多 三台 机子五五开 不过咒术师的机子要是够的话 有机会搏一搏 雕刻头粉厂干扰电机 求生完美躲了几个雕像 雕刻的人不要卡太死 四分之一差不多就可以捞了 这里本来应该是要去中场无敌岛的 想让雕刻挂的时间长一些 但是中场有地下室不能倒就往小门冲了 不过盲女二挂剩下的就看OB位怎么发挥了 雕刻选择挂到昆虫遗产 人类局势更加焦灼 咒术也来救人了 昆虫休机比雕兵快的 仙卡卡不及救 虫子来方便咒术救人 完美无伤 咒术陪跑保护盲女 弹射直接拉伸位 过到狭小容易被嘎掉 到板子下面了 完美OB加杂板 雕刻极了 纠集老奶奶翻窗 雕刻选择闪现带走 咒术仅剩的最后一个猴子 盲女不应该翻窗的 抢窗户没抢到 雕刻也是求稳不敢打气球刀了 电击也是差最后一点点 雕兵贴门看有没有机会 搏一个三人三跑了 雕刻选择直接管门 两副万满血雕兵开门战恶霸 这样打可是有机会三出的 雕刻选择继续管门 进度差太多 不敢开 轮流压门给压力 雕刻现在真的很急 用兵已经点另一边的门了 雕刻也是想要宝瓶 昆虫的虫子是真凡人 极限三出